詹小溪,他要請教老師的問題是,現在呢? 如果說,怕生要來種植瓜,夏南瓜,那要種什麼樣的品種? 他要多看,算他的寬度可能不再多一張的意思吧? 老師,來 這個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種的這個夏南瓜,那麼最主要目前的 那麼有幾個大概就是,第一就是農油的這個品種 農油的這個品種,那麼他包括就是說 這個有黃的,這種黃如意,這些這些 一種的這個品種,我是建議說,你若是 你若是要種的時候,那麼能夠去 去搭配兩個顏色,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不要只種黃色的,你可以配一點點綠的 這個,因為他現在很多在出荷,他是用兩種 兩個品種去出荷,這個 效果其實很不錯 另外一個就是農油的這個品種,還有 再來就是我們台灣比較有的這個 比較獨特的,這個台南一號二號 有幾種的這個這個品種,好像已經到 到4號,已經到這個4號 這個品種最大的這個特色就是說 也是蠻強壯的 果形,果形,果形,比較沒空 比較沒空,很漂亮 就是農油的這個品種,比起來 有的反應上就是說 這個果形,可能是因為生長式比較強 還是怎麼樣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個可能就是說,稍為他 這個,他比較 生...這些品種都可以去 都還蠻蠻適合 比如說他有這個 1號2號是綠皮的 3號好像是比較 再淺一點點的綠 那麼4號的是這個黃皮的 所以這個台菜 那麼他的這個時間 那麼黃皮的一般是比較 比較不耐 比較對這個溫度的比較敏感 所以通常綠皮的這個 他的這個比較奶熱 比較稍微 我們在說的奶熱是和 他品種跟品種的這個中間 品種跟品種的這個中間 那麼他在種的時候 到時候 到時候就是說 我們一般通常他的杭豬具 這1個跟1個 這通常就是說 他在這個七竹 七竹架 這個過一個這個架 好高的 那麼七竹呢 種相平 七竹呢 種相平 就是說你一個枸邊 我種在枸邊這樣 這種就是七竹架 那不然呢 他有一種單行 單行間距 那麼我們通常 一張在種的時候 就是說差不多是四竹架 四竹架就是這個 一百二十公分 四竹架 那麼你在種的時候 你會跟這種 這個 這個 財產的人 有的說我自己認 反正你認看看 那麼就是說 你若是要種雙爪 種雙爪就比較慢了 種雙爪 種雙爪 比較慢 種雙爪比較慢的時候 他當然三流會比較高 三流會比較高 所以一般來說 這現在很多是都種雙爪 有的人不需要種雙爪 他覺得雙爪 這個 想過頭髮 按牌管理 按牌管理 其實你也可以把原地 可能種 這個 種 兩竹 比如說你種 就是種 兩竹 一章 兩竹 一章 你也可以把他 雙爪 兩竹 沒要緊 兩竹一章 60公分 你種種 這個高丁 高腳料 那個位置 稍稍錯 你如果是種兩百 這這樣起來應該就還不錯 這大概是我們在種的 所以它差不多就是這個七柳 七柳枸 七柳枸你靠掉這個枸枸起來 可能也不夠七柳 就是說那個枸 你稍微知道一下 這大概是這樣 處理一下一般通常我們在種的 你說的就是七柳枸 種相爭 這大概是一個處理一下風險 好 那單行也是可以 這種單柳也是沒有什麼樣的解析問題 那你稍微了解一下 那麼拼證 拼證大概就剛才說到 這台南1234 再來就是這個品種 這個大概就沒有什麼農友 農友好像是非專屬授權 為什麼 因為幾億公司都有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 這個幾億公司 三四億公司 都有人 都有人 他們都有這種的一個品種在賣 那麼農友 還是說生生種子 新華 還是這個架設 這幾億公司 這都是台南1234 你可以幫他試試看 這幾億公司 我是覺得說 如果是要賣 如果是要賣 一定要這個 最好 最好還是要不同的這個 不一樣的這個 不一樣的這個品種去做這個搭配 在消息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好賣 這有的人 因為他通常 他的這個做配色 這 這得手是這樣 這大 大體上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些品種 有的賣賣 也是可以 但是因為直接直接在吃法不一樣 這個 在我們台灣算出來的這個品種 基本上來說 這個 算比較 比較耐 比較耐 所以 一般都通常 就是 這些品種 就是 在這個 大自然裡面 去採算出來 在台灣有栽調 挖下去 所以 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最怕就是怕這個果蠅 這個 果蝕營 果蝕營 這種 因為果蝕營的危害 那麼你可能要稍微來幫他 注意到 那麼分散 分散是傳染這個病毒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那麼 那現在要做 現在要做 大概就是 這個 台南 台南2、3、4 這個 這個瓶頸 你都可以去 去操作 其實1號也沒有問題 1號 1號他比較沒那麼耐熱 這可能 但是你這時候要做 已經稍微了 所以 1、2、3、4都可以做 1號、2號都是綠色的 3號是這個 台南3號是這個 比較白綠色白布白布這種 那麼這個比較不討喜 這個 顏色上比較不討喜 這個 顏色上比較不討喜 再來就是黃色 黃色 黃色這個是很多人很愛 但是這個3號3流很高 這個3號3流很高 這個3號3流很高 這個特別的高 所以1號就沒有 沒有大行好 所以這通常是有一種的情形 這個 那麼在台灣我們吃比較多 在歐美 還是說像他們 傳統這些的地方 他們在吃 像我們在吃飽 他們的老比較熟 不像我們吃這麼多 所以你在慢 這個不能 要稍微注意一下 大概要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情形 那麼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來解一下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細片 細片 你如果是要含動 要做飛船 沒有問題 比如說 如果是 病害比較嚴重 你加 含動 要做飛船 那當然是OK的 只是說這個通常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細片 如果是要含動 要做飛船 的時候 最好就是 先 先把細片 稀釋 其他的東西 慢慢加 慢慢加下去 細片先拉開 那麼他就 含其他東西 沾做飛 這樣就比較沒問題 如果農藥都撲好了 你再沾細片下去 就繼續 趕它拉 拉不開 這個跑的時候 是一種的 這個情形 那麼 我是建議說 如果用細片 加一些海藻桶 大概 很多這些 平海 我們都可以做很好的一個風景 就是說 不一定要用農藥 當然如果天氣不好 我們 用油 做飛來管理 會比較配合來用 會更好 所以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 這在這裡 讓我們同學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這樣 處理一個風險 那麼 剛才說到這個平靜 平靜的部分 你可以再問一下 大概因為市民上 差不多這幾種 那 有的說 日本的這種品種 日本的品種 那麼你要小心 你很多 你在種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那些平靜 在台灣 沒有很大的優勢 真的沒有什麼優勢 那麼 包括農友的 黃如意 青如意 一種傳統 以前的政 都只有這兩種品種 那會好一點點 因為它有尖對台灣的天氣 來幫它 來幫它 筛算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 所在 是這樣的 那麼這由我們 有的好朋友 在管理的當中 可以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這樣的 處理方式 那麼 這個是一個很不錯的 我個人 還是認為 這種東西 這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素材 值得大家去推廣 它是一個非常 你習慣講 它吃的真的挺好吃的 有很獨特的 一種感覺 那 農友 農友就是什麼 乳液 因為那些東西很像 因為那些是乳裙 所以有的人 就改善你做乳液 那麼 它照它的皮 去分 黃乳液 青乳液 那麼這大概 是農友的一個 這個品種 它本身 以前的這個品種 你可以 這個也是可以 它的通常是 比較 比較 怕熱 最主要它是怕熱 就比較怕熱 那麼 這種 這個 它是比較小 這個南瓜 這種 所以叫做夏南瓜 南瓜 所以它的 假肥的需求量 這個比較大了一點 所以它開始在開肥結構的時候 那個 假肥 你要注意這種 假肥的補充 否則效果就不太好 這讓你稍微做參考 對 是 對 是 是 對 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